我會下去 我不小心滴下了淚水 香港天網巨星劉德華 在舞台上賣力開唱 迷人外表不變的嗓音 是好期待粉絲共同回憶 魅力無發大 不過近日卻傳出 有人冒充劉德華詐騙百萬 胖的瘦的劉德華同時出現在眼前 怎麼回事 原來是AI換臉 不用一秒 人人都能變身劉德華 詐騙集團利用類似工具 謊稱自己是劉德華本人 新北三重一名62歲女粉絲 收到自稱劉德華的視訊 讓她又驚又喜 言聽計從 對方謊稱要度假 前後匡便富人264萬元 家人發現異狀 報警抓人 你拿完錢要去哪裡 我去匯款 匯款 匯款 那個是劉德華公司的 有員工證嗎 沒有員工證 想不到聽詐騙集團收錢的 58歲女車手也同樣受到詐騙 因為自己真的在幫天王做事 客當車手就是不對 最正確早當場送辦 本局將針對詐騙集團幕後成員 加強茶器向上溯源 勢必將不法集團徹底瓦解 劉德華公司也曾發表聲明 用人冒充詐騙 但如今還是有粉絲 以為受到偶像的寵信 殊不知只是一場騙局 不僅傷心又傷財 記者朱鈞一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